日本的地震 这几天还是有 还很频繁 最大的到六级 那么何福氏 现在阔修家 已经提出报告了 整个博半球 在最近这两三天之内 就会遍及了 整个博半球 统统遍及 每个地方都有 但是它的量很微少 还不会损害人的健康 这是一个很大的信息 也是告诉全世界的人 和福射 在一个地方爆发 会遍布到全世界 随风 风飘到哪里 它就落到哪里 如果 如果在一个星期当中 这个世界上爆发的核子弹 爆发二十颗 不要多 二十颗 全世界的人 大概一大半都死掉了 所以日本这一次 这是好事 等于说 给全世界人敲响了警钟 你们要不要打核子战争 打核子战争 没有胜负 是同归于尽 大家一起都死 就打这个战争 没有胜负的 核武战争 没有胜负 科学家警告 现在世界上 拥有核武国家的人 把他们的核子弹头 统统加起来 大概有将近 两万多倍 每一个核子弹 可以毁灭一个城市 世界上的大城市 还不到两万个 其实不必会那么多 刚才我说的 一个星期 报二十颗 全世界就没有了 是佛事 飘到哪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一片死亡 这是佛法里面讲的 小三载 是佛法里面讲的 是佛法里面讲的 是佛法里面讲的